好,同學,那接下來我們請看到立體二 立體二,你們有沒有什麼想法? 你覺得這有什麼要怎麼解釋? 完全不會 你現在看啊,你左上邊用鏡子 你有沒有拿一面鏡子 那你覺得你這樣看,你可以看到聽話把哪個電燈 這個東西是怎麼用的呢? 就是你可以拿一面鏡子放在你的前面 那眼睛是這樣看進去對不對? 你會看到誰? 你如果鏡子放在桌上,你看到電話板對不對? 你會看到哪一個電話板? 是你正上方的嗎? 對 如果你放前面一點 放前面一點 是不是? 是不是看不到嗎? 應該看到某個地方對不對? 好,那沒關係,我們來看看到底是怎麼看 同學,鏡子裡面是不是另外一個世界對不對? 那是來自於什麼地方? 就是來自於反射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 那以假來說,如果你眼睛的目標是朝向假 那我知道就是,我們把眼睛想像成一個點 可以嗎? 眼睛就是一個點對不對? 好,同紅就是一個點 那這個光怎麼來的呢? 首先呢,你會看到這個光打到你眼睛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眼睛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這一面 你看到的畫面是怎麼來的? 它是從這邊照射過來的 因為所謂的反射電律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怎麼做? 我們就畫一條什麼線? 髮線 那它會遵循什麼? 入射角有什麼? 反射角 所以,那個光怎麼進到你的眼睛呢? 它是 它是從這邊 它這個是從哪邊來的? 這個眼睛最遠看到這個嗎? 假設假這一片 那也是一樣 你可以畫一個髮線在這邊 那它的入射角是什麼呢? 反射角 所以它可以看到哪裡的世界 它看到這個地方 所以,這地方的東西它都看得到 知道嗎? 可以嗎? 可是問題是,你們看得到AB嗎? 看不到 可是如果你AB往後摸眼就看到它了 知道嗎? 所以它看到的視野畫面就是這個地方 這一 這一段 這一段就是視野畫面 對 大概的話就知道 因為題目不會考得說很細 說哪一個字 不會這樣子 大約 所以 假的這個鏡子 也可以讓你看到這個地方 可以嗎? 那乙呢? 乙我用橘色來表示 我用紅色來表示 我用紅色來表示 乙的話 你眼睛可以看到什麼地方呢? 乙的話我們看看 那也是一樣 你給它畫一條髮線對不對? 髮線 這邊的距離嘛 就是你看到的世界 好 那入射角為反射角 好,入射角為反射角 所以 乙可以看到哪個地方? 可不可以看到箭頭 應該是可以 我沒有畫得很準 可是應該 你要不要畫它看 在這個時候照片畫起來 好,那你就畫乙就好了 乙的 乙的範圍就是 你看到的這個地方呢 好,就是你的視野範圍 它就是這裡 所以 它是這樣子照過 很歪 很歪就是 好 畫得很好 對 其實更好的題目 它會給你方格 讓你可以對準 對 不過我只是教你 大概怎麼判斷 這樣懂的是嗎? 好,那請問 餅可以看到什麼地方? 餅這樣子 就看到那邊去了對不對? 那釘的話怎麼樣? 再更過去 這樣會判斷嗎? 好,所以 我比方說 這個釘的部分的話就是 就是 我用綠色來找到 釘的話就是 你看到的 鏡子就是在這裡 對不對? 那這個鏡子就是 也是一樣 遵循反射定律 所以 所以你看到畫面就在這裡 這樣子 好,可以理解嗎? 這樣了解這個題目的意思嗎? 好 我用一個剪圖來表示好了 同學 我再簡化一次好了 你看 這邊有一面鏡子 好,同學 你如果 覺得上面很亂再看一次 我這邊有個眼睛 我再講一次喔 這邊有個眼睛 那 你如果眼睛去看這個鏡子 你會看到哪裡? 你看到正上方嗎? 你會看到自己嗎? 不會 你會看到那邊 對不對? 因為 好像一個打籃球一樣 你知道嗎? 你打這邊 球打到那邊 它會彈到那邊去對不對? 所以 你眼睛看到的畫面就是 最多的是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這邊 或是在哪裡? 或是這邊嗎? 對不對? 你的視野發明就這麼大 假設看到這個鏡子 那這個 這個範圍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個光怎麼來的? 如果這個光 進到你的眼睛 那是從哪邊照過來的? 從 我們畫一條怎麼樣? 法線嗎?對不對? 好 然後 這個光就是從這邊過來的 這樣子 那這個光呢 也是一樣 如果畫一條法線的話 它的入射光是從 這邊 這邊 這樣子嗎? 好 所以這是進來的光 然後到你的眼睛 所以你可以看到畫面在哪裡? 在 這個範圍之間 對 所以越遠就看了 好 如果 因為我們 不知道同學有沒有鏡子 有沒有看到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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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人前面前拍的看到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它在哪邊? 它在我進去又怎麼樣? 是上去 有沒有看到? 好 這樣呢其實是嗎? 所以這就是反射鏡 可以嗎? 如果人家裡有雷射餅 拿個鏡子 但是不要對人照 也不要對貓照 因為會傷害他的眼睛 好 你會有照他的眼睛 你會有照他的眼睛 狗可以喔 狗可以 狗不行 我有照過那個蟑螂 他沒有 他不理我 他應該很瞎 好 OK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 沒有照過四處嗎? 沒有 不會傷害四處 好 好 來 那我看一下第2 第3 第3呢 看一下 阿喵的身高 160公分 他眼睛距離頭頂 6公分 對 很懷念他 這小禁場有多少 好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 這是阿喵的身體 OK 然後呢 他的眼睛在這裡 好 他要照鏡子 請問 我們現在畫一個鏡子 看一個鏡子 好 鏡子的距離其實 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 當然不能太靠近 好 這鏡子我先假設鏡子在這邊 那 他是不是可以在鏡子裡面看到自己的身體 對不對? 他怎麼看到呢? 好我們看一下 你要看到全身怎麼看 就看到腳 就看到頭戴的全身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他怎麼看到腳呢? 他會在這邊看到一個自己的 好 這邊有個像 叫做什麼像呢? 七像 我需要用藍色的表示 他會看到一個跟自己一樣大小的一個 好 我畫得很準 好 他會看到一個像 那 同學 你在你的鏡子裡面看到你自己的身 的腳 是什麼看到的? 是 為什麼會看到自己的腳? 是因為鏡子裡面有一隻腳嗎? 不是 那光怎麼來的 從 從你的腳怎麼樣 打上去對不對 所以這邊應該有一道光怎麼樣 上來 然後再經過反射定律 對不對? 到你眼睛 是不是? 實際上是這樣走對不對? 從你的腳底發出一道光 你又要配燈嘛 然後呢 反射到你的什麼? 眼睛對不對? 可是我們人會以為這個光從哪裡來的? 從 視線的什麼延伸來的對不對? 所以你會以為是 鏡子後面有一隻腳 你的腳在鏡子後面 所以我把這個叫做虛向對不對? 好 這樣可以嗎? 那你可以看到自己的頭 為什麼你照鏡子可以看到自己的頭 你頭上又沒有張眼睛 因為頭上的光 照到你的眼睛對不對? 你看到的那個畫面是這樣子 你會覺得說這光是從 鏡子裡面發出來 事實上並不是對不對? 鏡子裡面的光怎麼來的? 頭上的光怎麼樣? 進入到眼睛對不對? 然後再反射對不對? 所以這邊也是遵循了什麼定律? 反射定律 所以我畫下紅線代表髮線對不對? 這個也都是髮線 是不是? 髮線就是在這裡 它會遵循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OK 好 那今天重點來了 請問這個鏡子到底要多長才看到全身 好 這個時候就要利用到相似三角形的關係 這是我們的身高對不對? 那這是你眼睛可以當成一個點對不對? 那這邊有個三角形 這個身高多少呢? 阿喵身高是160公分對不對? 好 那這時候我們要用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物距等於什麼? 相距 在這裡面剛好你看喔 這個物距高就是 就是三角形的什麼? 高對不對? 好 所以三角形的高呢 我用橘色的表示 這個物距跟相距怎麼樣? 是一樣對不對? 所以這兩條線 這橘色左右兩邊是怎麼樣? 一樣長對不對? 好 所以就是說這個三角形的 小三角形的高等於 那大家的角形是幾個高? 兩倍的高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喔 那請問中間這一段的長度多少? 鏡子的長度多少? 好 其實告訴你答案就是一半 你先把它記起來齁 答案就是 160 除以2 等於多少? 80公分 那為什麼是80公分? 你看 這是一個三角形 大三角形跟什麼三角形? 小三角形對不對? 請問高幾比幾? 1比2 對不對? 所以這個底邊跟底面幾比幾? 1比2 你看喔 這邊是1比1比2 這邊是2 對不對? 大三角形的高是2 對不對? 那底邊也是要幾比幾? 1比2 所以這邊如果是2 那這邊就是什麼? 1 所以就是把它除以2就好 所以只要你可以背起來 它就是一半 所以以後你要買鏡子 你要怎麼樣? 你如果身高160 你的鏡子不能太短 知道嗎? 不能小於幾公分 80公分 不然你如果太短 就是看到下半身 看到上半身 沒有關係 因為物距能相距 那再近一點的話 你是一樣 還是一個三角形 對 還是看得到 對 但是你眼球要這樣看 還是看得到 對 好 這樣了解嗎? 那同學 比較難的是請問 最低的鏡子要 這個地方到底有多遠? 這個 請問這個 距離地面的高度有多遠? 嗯 它怎麼做? 好 這個高度怎麼算呢? 這高度呢 同學可以看一下 我們把我們身體跟地板 延伸一條線 對不對? 那你可以發現這個是 所以距離地面 就是從你眼睛算起 對不對? 眼睛到地面的距離 然後剛好這邊也是一個三角形 對不對? 那這三角形是什麼三角形呢? 相似三角形 我畫一下 眼睛到腳底 然後就是你眼睛到地板 所以 鏡子要懸掛距離地面有多遠? 也是剛好怎麼樣? 眼睛到腳底的什麼? 一半 有沒有? 這邊藍色三角形 你看看 眼睛到地面的一半 就是鏡子的最底 最底端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藍色三角形 剛好是一個相似三角形 對不對? 然後它也符合物距等於相距 物距等於相距 所以它也是一比二的關係 所以這個最低的皮面積要懸掛在哪裡呢? 就是眼睛到腳底 眼睛到腳底有多遠? 眼睛到頭底有多高呢? 四公公分 是六公分嘛 對不對? 所以眼睛到腳底有多少? 好 眼睛到腳 除以二 就是這個答案 那我們看一下 懸掛的距離就是 一百六十 減掉六 除以二 等於多少呢? 一百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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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七對不對? 好 所以距離地面要七十七公分 這樣會算的嗎? 你可以回去再想想看 眼睛到那個相呢 因為物距等於相距 所以是一比二的關係 所以你要的鏡子就是 這在中間嘛 剛好就是身高了什麼? 一半 就是這樣算 好 有疑問嗎? 好嗎? 好嗎? 好嗎?